昨天晚上2012中超联赛第18轮式继续进行 在广州富丽主场迎战上海深花的比赛当中 德罗巴是在下半场出场完成了在中超的手续 而他贡献了一次精彩的助攻 帮助做客的深花队1比1占平了富丽 由于魔兽德罗巴将在比赛中首次亮相中超赛场 所以本场比赛的受关注程度可想而知 虽然德罗巴并未首发 但是比赛的精彩程度丝毫不减 刚开场一分多钟 富丽就险些得分 拉斐尔右路传球给达维 达维直接射门 王大雷飞身将球突出 第21分钟 深花中被莫伊赛斯出现失误 富丽对唐秒和雅库布打二过一上路禁区 唐秒下地传中时 莫伊赛斯将球挡进了自家大门 1比0 广州富丽主场领先 比分落后 下半场深花派上了球迷期盼已走的德罗巴 他一出场就引起了现场球迷的欢呼 而他的出场也帮助深花队改变了场上局面 第67分钟 曹云定突入禁区 德罗巴轻巧助攻 帮助曹云定完成射门 深花队将比分扳平 尽管此后双方都有破门机会 但是他们都没能把握住 最终的比分也定格为1比1 双方各取1分